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人们都比较重视对王者的祭奠活动,尤其在古时候,有些祭奠活动,无论是仪式还是祭品,无不复杂多样,充满地域人文特色,一些有意义的祭奠活动,即便是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作为风俗习惯流传了下来,有的甚至演变为宫序良俗,成为了现代律法的一部分。 不过,这其中不包括活人殉葬,以活人殉葬,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实在是残忍又野蛮的行为,但在古代,却是几度盛行,屡禁不绝,在我国,活人殉葬的历史,可以概括规略为四个时期,起源期。 兴盛期,世卫期,复燃期,起源期,最早刻意追溯到大问口文化时期,即公元前4300-2500年,现代考古者曾经发掘出人殉痕迹,而有明确点击记载的,则出现在我们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当时,一些大奴隶主在死后,让自己的奴隶殉葬时,以屡见不鲜,从古代到近代。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殉葬的现象,殷商时代是殉葬制度最为盛行和残酷的时期,殷商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荣耀,不惜牺牲大量的人命,将自己的亲属。 臣子、妃嫔、侍从、奴隶等活埋或杀死与之同葬,据莫子、结葬下所述,殷商的殉葬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死者的本身。 有时候一位死者,竟然有数百甚至数千的活人陪葬,这种殉葬的习俗,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也反映了殷商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暴政统治儒家时代。 由于统治者的地位受到了意志和批判,自周朝开始,儒家思想逐渐兴起,主张以仁义为本,反对以仁为才,认为殉葬是违背天道和人性的行为,因此,殉葬的规模和频率都有所减少。 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和制度,对天下进行了严格的统治和改革。 秦始皇虽然奉行法家,但他也不排斥儒家的学说,尤其是儒家的理智和仪式。 因此,他在建造自己的陵墓时,没有沿袭殷商的活人殉葬的习俗,而是遵循了孔子在《论语》、《泰博》篇。 中所说的以假人为殉的原则,用泥土和石料制作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以代替真人陪葬。 这些兵马俑,按照军队的编制和阵型,分为补兵、骑兵、战车等多个部队排列在秦始皇陵的东侧。 守护着秦始皇的永恒安息,疗巢以后,殉葬制度又重新兴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形式的时期。 潦草除了沿用了原来的杀训,即强行杀死或活埋陪葬者的方式,还增加了一种活训的方式,即让陪葬者自愿或被迫服毒自杀,或者在墓穴中饿死或窒息而死,这种活训的方式。 主要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认为活人陪葬可以帮助死者在来世得到安宁和福报,但是,无论是杀训还是活训,殉葬制度都是一种残忍和无理的习俗,给人们的生命和心灵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如果说辽朝的殉葬制度是死灰复燃,那么明朝的殉葬制度就是疯狂到了极点,尤其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创始人,他在位时,广纳妃嫔,有封号的后妃四十六人,生下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后,他的孙子朱允文继位,他遵循朱元璋的遗诏,依照古代的制度,将后宫那些未曾生育的嫔妃,全都下令处死殉葬。 据名史《太祖本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为工人十数人。 这些女子,为了朱元璋的荣耀和安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批殉葬者。 朱元璋之后的几位皇帝,共有上百位的妃子被殉葬。 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这些妃子通常会在体内被注入水银,来保持肉身不符,直到宋英宗时期,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才被废除。 那么,一旦古代帝王采用殉葬的方式,让活人陪葬,在墓穴当中能够存活多久呢? 咱们进来讲一下,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可能会远超你的想象。 第一点,古代殉葬之处,是没有活人的天子杀殉,重者数百,寡者数十。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周朝的时候,当然下章因这三朝,如果也计算在一个殉葬方式,是死人殉葬,那如何找到合适的死人来殉葬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活人变成死人就可以了。 所以,在最开始记录的时候,特别血腥,一般情况下会将活人灭口,或者活人分尸,然后再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祭品一块下葬。 而且那个时候祭品的多余少,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等级问题,比如这个地方的诸侯国,或者诸侯。 部落或者当地的首领去世,人家别的地方用十个人殉葬,这个地方用二十个人,甚至用一百个人殉葬,殉葬的人数越多,等级就越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存在殉葬的人多长时间会去世,因为在殉葬之前就已经全部去世了。 他们和某些动物的尸体堆积在一起,然后再迭代着一些珍贵的物品,随便挖一个坑草草的埋掉。 如果我们之前查看过殷商时期的活人殉葬,就会发现活人殉葬简直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动辄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都有。 当然,按照我们之前的逻辑,人数越多,就意味着殉葬的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目的主人的名声地位越高。 第二点,活人殉葬,延续时间较为长久,但是后来古代的诸侯王也好,帝王也好发现用死人殉葬不那么仁慈,当然主要是不符合礼仪规范,那怎样的殉葬方式能够符合礼仪规范呢? 很简单通过活人殉葬的方式,奇怪,如何能够通过活人殉葬或者活人殉葬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才能够被流行呢?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得引申出一个观点来,那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兵马俑的方式代替活人殉葬。 但是这中间的历史渊源,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开,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全部过程,毕竟项羽的那把火烧的可太大,太猛了,等等,如果真的是使用活人殉葬,那就是大家在墓地里面都是活的对吗? 也不能这样去讲,因为使用活人殉葬往往指的是在真正殉葬之前是活的,而在殉葬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肉体不腐烂,一般情况下会灌上水银,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让我殉葬我不殉葬怎么办呢? 很简单,如果你想体面呢,就给你体面。 但如果你不想体面的话,那就被迫给你体面,与其如此,还不如主动争取个体面,保不齐,接下来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能够有点好处,但是在后面又玩出了花样,一般是把活人封闭在墓葬当中,而把活人直接封闭在墓葬当中,其实无异于是在执行死刑。 因为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墓穴里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折磨,大多数的墓葬里面会有各种有毒有害的气体,也就是墓葬做成了各种各样的机关,除此之外,在墓葬当中很有可能会有水银等一些其他东西。 在这里面,唯独缺少的就是水,虽然说墓葬也讲究风水宝地,但如果墓葬里面直接有水的话,对于这个墓葬来说,规格太大,难度太高,且极不可能,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喝水,三天时间就走到极限了,更何况是在墓地这样一个极度惊恐的地方。 然而,这还只是理论上的结论,实际情况更加残忍。 在被送入墓穴之前,这些活人往往会被迷昏,手脚捆绑,然后被固定在墓穴的特定位置,以防止他们破坏陪葬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挣脱束缚,更别说逃脱了。 尽管心中可能充满了恐惧和不甘,但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在古代,为了确保这些活人,在墓穴中失去反抗意识,并忠诚地陪伴已故的皇帝或者贵族。 他们在被安置进墓穴之前,往往会被迷药或者麻醉,这样一来,他们在墓穴中的清醒时间就会大大缩短,被迷药或麻醉过后的他们。 在墓穴中苏醒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在清醒的短暂时刻,他们也会因为剧烈的恐慌和无法忍受的压抑而耗尽最后的生命力。 当然,对于那些勇敢的殉葬者,他们可能在墓穴中苏醒过来并试图挣扎逃生,然而,由于墓穴的结构和防御措施非常严密,这些人想要从墓穴中逃脱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观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科学民主的思想早已经贯彻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认知中。 曾经那些落后糟粕的传统习俗,也在传承的过程中被摒弃或是进行创新,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将会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也将会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未来,人们也将会生活在更加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中。